对于很多刚刚哑哑血雨的小朋友而言,光头墙可为是再熟悉不过的人物了,几乎这个卡通人物成为了很多小孩子们童年的记忆,而很多都知道光头墙是非常可爱,而且有点蠢萌蠢萌的,但是这样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也是真实存在的,他被称为现实版的光头墙,看看他怎么砍书的,真是长知识了,把目几乎在世界各地都能够看到,但是这样的工作也是非常需要技巧的,不过在国外这名男子,砍书的方式似乎有点傻傻的,随着现如今科技不断发展,砍书这种事情可为是非常简单了, 但是这两名外国男子砍书的过程却让人有些哭笑不得,可能是因为这棵大树太粗的缘故,这名小伙在拿电锯切割一半之后就采用各式各样的工具将其砍伐下来,而这样熟练的工作也让小伙伴们想到了动画里的光头墙,实在是太笨了,其实在现实生活中还往往都有这样游戏的事情发生,只是人们还没发现而已,而这两名小伙恰恰是被记录下来的两个人,虽然他们伐木过程有一些艰辛,但最后他们还是凭借自己独特的技巧,将这棵大树成功砍倒,不得不说天下之大武器 不有,为了这样的事情不知道小伙伴